今年Jason Quinn是成為了傳奇撲克的第一個簽約牌手 可是在Jason Quinn跟傳奇撲克簽約之前 他本身是PartyPoker的職業牌手 那他也算是創下一個撲克圈的創舉 同時簽約了兩家撲克公司 PartyPoker與傳奇撲克 那就是算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撲克圈的里程碑 兩大公司的贊助的職業牌手 那今年傳奇撲克也簽約了第二個代言人物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Tong Duong Tong Duong也是成為傳奇撲克的職業簽約牌手 好在這一把我們的Sand Green Wood在裝位選擇加注 然後我們的LaLiga在忙著選擇抵抗一個2-6銅花 在翻牌的時候雙方都選擇Check 都沒有選擇下注 然後我們在轉牌的時候看到 我們的LaLiga在中了一個抵對的時候 下注了一個將近四分之一左右的 四分之一多的底池 在7500的底池下注了2000 那Sand Green Wood想當然他的 勾發桶花應該會選擇跟注 那我們看這個盒牌 呃...Green Wood獲得到一個 第二大的對子 Green Wood會再下一個很小的柱馬來做一個架子下注呢 下注一個2500 那我相信Sand Green Wood不會那麼輕易的讓他看到摊牌 我覺得這邊其實是很有機會試著來做一個Race 因為這邊除了9以外 除了這三條以外 他其實已經算是最大的對子了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會加注到 1萬左右吧 加注到一個底池左右 加注到1萬1 1萬1 那這邊 呃...Green Wood 其實他本身沒有 照理說就是因為 如果假設他有三條 他會試著下一個比較大的柱馬 那... 現在他下... 就基本上只能蓋牌 因為這邊要去抓其實蠻難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條路可以選擇 就是他把他的2轉成Buff 3B到一個4萬5左右 試著把對手打開 來看一下我們的線上大神 Linus Love 他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哇...果然... 他真的不會給你什麼機會想要做一個Value Bad 這個真的是帥哥耶 這個真的是帥哥中的帥哥 這把真的是...完全是一個層級思考的問題 那...而且他的牌力從頭到尾是被隱藏的 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轉牌主動下注 合牌的主動下注 其實主控拳都在在身上 所以... 他並不是被動選擇跟住的人 所以他的牌力其實沒有被... 透露出來 因為主動拳一直在他身上 所以他可以有牌 他也可以沒有牌 所以變成是說... 你要去拆他很多的範圍 哇... Nice耶 我們的... 我們的線上大神 Lalik 拿下了這個地獅 這一把真的是... Rable Sinking的... 厲害 24歲 非常年輕的牌手 第一次看他在傳奇撲克 這把真的是... 我覺得自己對我來說 我覺得算是受益良多啦 因為... 我大概知道 他這麼做是因為什麼原因 那當然是我們在上帝視角看到他這麼做 然後去試著反推他的... 想法是怎麼樣 可是... 在於如果我們是他 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他跨出的那一步 我覺得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要去死的人 然後,我們要去死的人 說了 我們怎麼在心態上 對白色之敵